字幕君 菜喳的跟她前陣子分享到日本的影片 并批评有几家餐厅的食物很难吃 遭到许多台湾和日本网友的炮轰 后来他赶紧把影片删除 并在社群发出道歉声明 后来他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发文 经过6天后他十日又再度发文 他在IG发文写道 《很抱歉前陣子,占用非常多社会版面资源,做了不好的事情》 完全接受大家的频频指教 沉淀自己并设法改善 接着表示会继续发片创作 因为知道还有支持我们 愿意原谅并相信我们的人 为了你们 我必须赶紧调整脚步 同时背负大家的责难 扛着他们继续勇敢往前走 因为如果在这边结束 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证明自己是真心悔过 天文一出 他的粉丝纷纷乐言为他交要打气 表达对他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